接着来跟进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在立场记者会上宣布 国内新增37宗确诊病例 其中22名病患不是大马公民 目前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将近7000宗 而如今已经来到第五代感染的大城堡清真四集会感染群 就占了总确诊病例的48% 累计3300多宗病例 至于另外一个同样引起担忧的巴沙感染群 诺西山指出 卫生部已经锁定了全国362个巴沙 并要求将近4万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而其中29个巴沙出现的累计病例达到261宗 但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诺西山说 只要确诊病例每天维持在50宗以下 就已经算是好消息了 尽管目前国内的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病例 依然处在双位数 但是卫生总监诺西山表示 只要确诊病例没有突破暴增到三位数 他就很开心了 因为这意味着国内的疫情仍然受控 诺西山口中的SOP是卫生部所提出的3C和3W原则 所谓的3C是指避免到拥挤和封闭的空间 以及避开近距离交谈 至于3W则是跟卫生步骤有关 诺西山口中的区域交谈 SOP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网上进来流传不少家长 带着婴儿、孩童到拥挤的商场购物 没有遵守指示 让当局感到担忧 因此卫生部将推出商场SOP 规定业者必须依据建筑空间大小 来限制进入的人数 民众进入商场前也必须先检测体温 而业者要在入口处准备消毒解手液 同时确保现场人士保持社交距离